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了一个地方 跟大家点点今天事 因为今天 我的点点今天事 该不顾我 陈小平专访 王一平女士 这个节目 大家观感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一些事实的真相 有的人可能相信找到了 但是仍然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没有找到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 不是所有的真相 你一下子可以找到 有时候就需要时间 有时候就需要耐心 有时候需要我们的判断力 不过呢 虽然我们对中国的前景已经显得比较焦虑 但是呢 对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 我还是奉劝各位朋友 尽可能谨慎一点 尽可能有一些内心来等待真相的有一天出现 那么今天的明镜电视 其实有好几档节目 非常地精彩 早上我就听陈小平先生采访 吴格光先生的 吴格光教授的这个视频 关于19大的 那是我到现在为止 今年以来看到关于分析中国政治局势和中国政治走向的 最好的一次专访 吴格光先生 我这几年以前听到在法国一个大学 举行一场学术讨论会 他当时是用英文讲的 而且用英文的学术的规范去讲的 当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忧 担忧这样一位曾经在中国最高层工作过的这么一个财政 已经变成了一个稀释的一个学者 而我们在分析中国政治走向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把西方的学者对中国局势的判断 连入我们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虽然这些西方的学者有他们的角度 有他们的专业性 但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局势的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不是一个西方的学者靠学习理论 靠学习框架 靠他们的专业精神就可以捕捉到的 但是我今天听到这个节目以后 我感觉到 吴格光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他没有利用那些所谓的西方的学习框架 随习理论来吓唬我们这些没有理论基础的人 他仍然是很诚实地讲出他的直接的感受 讲出那些 而且提醒观众说 他有一些事情判断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他并不是掌握着真正的 及时的中共最高层的情况 对这一点 我觉得 我非常钦佩 因为在我们看到的学术界 看到的思想界 看到我们的民主运动的这些人士 或者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现象 这根本的问题 还不在于我们缺乏这个智力 或者说我们缺不缺乏讨论事情的依据 而是有时候 过于地看重自己享有的名誉 享有的地位 或者是自以为地建立起来的道德的标准 从来对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 判断中国社会变化的时候 不仅仅是居高临下 而是说对自己明显的 有基本上缺失的判断 坚持不认错 甚至继续地远着这个错误的判断走下去 但是今天的学术界 今天的思想界 今天的各种实施评论界 再也不是由一批经营人士 控制了一个专栏 控制了一个平台 大家就很幸福的 因为今天已经是一个开放的信息的时代 在我们的会议上 宽阔的社交媒体领域 我们看到了很多错误的言论 很多浮夺的言论 很多是有意和无意的 可以误导大家认知的言论 但是更多的 沉默着智慧光芒的判断 沉默着智慧光芒的思想 沉默着 令人惊讶的洞见 不断出现在网络上 而且这些洞见 没有障碍的 在不断地流传 所以从来使今天 主导网络媒体 主导自由媒体 主导思想流动的这批人 这也不是那些 只要挂上教授的图鞋 只要挂上专家的图鞋 只要挂上某一个单位的图鞋 或者只要挂上某一天 自己曾经有过辉煌成就的背景 你就可以让网友们佩服你 让网友们信服你 那已经非常困难了 以前我们说过 格林风骚没几年 后来我们发现 格林风骚没几天 后来我们发现 格林风骚没几个小时 也就是说 你过去的成就 你过去的名声 你自己的拥有的身份和地位 在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 只要你的理论 出现了错失 那很多人很快就会抛弃你 或者是指引你 或者说就挑战你 我曾经有一些节目 也是比较的受台语和网友的支持 我曾经有一些文章 也是比较的受一些网友 读者的欢迎 但是对我的质疑 对我的批评 使我不得不小心谨慎 更重要的是 不得不每一天 都带着一个千倍的心理 来做这个节目 即算有时候 我也糟狂 即算有时候我也愤怒 即算有时候 好像我也有一点失去控制 或者自以为是 或者是骄傲 但是只是从整体来讲 我知道 我得到了赞扬 过年姻缘 而我面对的挑战 和自己给自己挖下的陷阱 或者是别人给我挖下的陷阱 我随时都可能会跳进去 所以没有任何的荣耀 可以保证你的 可以吃一辈子 中国有一些诗人 写了一首诗 他一辈子就活在这首诗上 中国有一些剧作家 写了一个剧本 就可以活一辈子 中国有些理论家 写了一篇文章 一辈子都是理论家 那个时代 已经完全过去了 我没办法跟上形式 我没办法每一天 给网友都奉献出 我独特的观察和思想 我也没办法每一天 都奉献出 只有我在拥有的独特的信息 或者说 我也没办法每一天奉献出 我独特的角度 但是 有一点 我始终坚守 诚实 我每一天都奉献 我未必会把 我所知道的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大家 有时候是时间限制 有时候有一些事情 我还要继续查证 有一些事情 我还要继续思考 但是 我不会 有意的去误导大家 不会去捏造那些 我根本不知道的事实 所以点点今天事 之所以变得越来越 诚实 越来越使我感觉到 内心的谦卑 因为没有诚实 我基本上没办法活下去 我们曾经小时候就知道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有什么用啊 他们没有自己的媒体啊 人民日报打斗人民的名义 但实际上是中国跟他那样的机关报啊 中央电视台 就是党这样的电视台啊 所有地方的报纸都是党报啊 或者是党报利用的 骗钱的 这个所谓的都市报 所谓的什么周末报 所谓的晚报啊 人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平台 互联网给了中国一个机会 就像WTO一样 WTO给了中国一个巨大机会 让自己跟世界的经济发展 有一个拉拼的机会 而互联网的机会出现 给了中国一个跟全世界的文明同步的机会 但是 今天的中国 互联网的封锁的程度 可能在全世界都具有顶尖的地位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中国这么封锁 没有 在某种程度上 比朝鲜还要严重 朝鲜我们看到的是 那些空洞的 文化大革命式的 毛泽东时代 那种宣传和教育 那些年论 有一点正常理智的人 都会做出判断 但是中国今天的网络 中国今天的媒体 它比毛泽东时代 比文化大革命时代 比五十年代 比今天的朝鲜 还要可耻 还要可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错误的 一些错乱价值的 一些事实而非的 是一些使人失去判断力的资讯 或者观点 在操纵下 在包装下 在误导下 在误导人们的认知 所以它 在一定程度上 或者说在很大的程度上 或者说在根本上的程度上 比那些 彻拖彻尾 朝鲜的国家 还要可耻 因为它会把人的心智 彻底的扭曲 扭曲人的心智 有时候比一种强迫 还来得可怕 中国的危机 中国 毛泽东去世以后 这样一个独裁者 这样一种强权人物的去世 在很多国家 都意味着 一场所谓的 社会主任的实力的争结 走向了一场 可能转型的道路 但是 中国出现了一个 世界上都没有出现过的人物 或者说 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出现的人物 这就是曾小平 曾小平 他的每一个 被人们认为的 流传很久的 被很多人都承办的 和尊敬的 和不断引用的 这些口号 其实没有一条 是可以经得起推敲的 而且不但是 经不起推敲 而这些口号 都是 让中国今天走向错乱 而且比那些 真正独裁的国家 真正强权的国家 真正所谓的社会主任国家 还要难以转型 因为就是所谓的猫弄 不管黑毛白毛 让所有一部分人富起来 摸到石头过河 就是这些逝世而回的东西 造成了今天的错乱 这种错乱 如果是今天的中国是贫穷的 如果今天的中国 仍然是像北朝鲜那样 是一个完全的黑暗的国家 也许 中国的转型 来得更加容易 但是今天的所谓的改革开放 给我们生活的改善 给我们的一些机会 或者说是中国的经济的指数 有所提升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的国民生产整治 似乎在全世界 可能有一天都要超过美国 或者很快要超过美国 但是呢 今天的中国 离政治文明 是更近了 还是更远了 毫无疑问 中国未来的前景 如果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 将会比朝鲜更加黑暗 甚至比朝鲜还要难以转型 不但自己难以转型 而且在祸害世界 今天对西方的媒体 西方的企业家 西方的一些政客 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 几乎都是迷失了 不是一个国家 不是两个国家 不是一个媒体 不是两个媒体 不是一个教授 不是两个教授 是整体都迷失了 所以今年以前 当我在美国国会的时候 我发出一个警报 我想以前站在这个地方的人 都是希望 美国来帮助中国人权 进行改善 但是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能不能救自己 都很难说了 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 对自由 增援 人权和法治 保护的最好的国家 但是面对着中国的 中共的 这种精神的攻击和护士 它也常常是无力 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措施 所谓的中美之间 形成真正的竞争 也许中国 已经做好了准备 也许中国 已经在进行中间 对于美国来讲 仍然 还在麻醉之中 仍然还沉浸在 它的美国梦中 对于美国人来讲 苏联 他们抬头看到 宇航员的 苏联的 宇航员的 这个记忆的 痕迹 在 美国人心中 没有消失 他们从来好像没有把中国 当成一回事 即使今天真正对美国的价值 真正对美国进行挑战的 根本就不是今天美国的媒体 和一些政客们所信仰的那样 是俄罗斯 是普京 真正强大的 正在强大的国家 是中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 应该为它感觉到光荣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当然希望 中国是强大的 但是今天中国的强大 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 即使是连自己的国家 都要靠 超过军会的 这样一种 经费 来维持它 社会的稳定 所谓的社会稳定 即使讲全了 就是一句话 镇压人民 镇压老百姓 镇压公民 一种自己的社会 都如此错乱的国家 居然开始 要影响世界 所以我早几天 过了早一段时间 我讲到前三十年 和后三十年的时候 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争论 我希望有时间 在未来 继续就这个问题 进行讨论 我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看法 我最近访问了一些学者 访问了一些我曾经的老学者 除了我的意料之外 是有一些老学者 居然 还认同我的看法 我非常吃惊 而且他们的理论的基础 他们理论的素养 比我高太多了 但是他们的声音 没有人引起注意 我希望未来明镜电视 明镜火炮 有这样的一些节目 让大家来讨论 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 明镜火炮 明镜电视已经展现出了一种 多面的平台 让不同的声音展现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看到 吴若光先生的节目 也看到了吴祚来先生的节目 也登台了 更多的专题节目 更多的学者 更多的专家 将会登上明镜火炮的频道 他们的很多节目 我未必来得及时看 因为明镜节目越来越多 他们的观点 我也未必认同 甚至他们很多人 我都没有见过 甚至也不认识 但是我相信 希望 明镜 有可能让真正的 有各种观点的人 在我明镜平台上面 发出他们的声音 我们然后提供一个真正的 可以自由争论的平台 我们开始会让 大家各自在上面开频道 各自在上面开专栏 然后未来我们就会 慢慢进行真正意义上的 不是为了真变而真变的 而是真正有价值的 一种讨论 像有一些电台 电视台 过去搞了一些 所谓的辩论 其实都是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 我们不会搞 为了辩论而辩论的 这种节目 而是有真正的 一些自己独立见解的 或者是代表 能够代表 某一些政治势力 政治派遍的人 来进入到明镜的平台 明镜只有这样 只有让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观点 在明镜上面 平台上面发出声音 明镜则可能 有它的比较长远的生命力 点点今天事 有一天 也许就做不下去了 点不下去了 没什么好点的了 或者说网友不喜欢了 但是有其他的节目 会不断上来 而且这是一个自由的平台 这是一个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多少人看你节目的一个平台 那个数据是欺骗不了人的 网友是欺骗不了的 你可以在某个时段 误导某一些网友 你可以在某一个时段 有一些错乱的事实 你在某一个时段 你可能你的身份 还有一些效果 但是从整体来讲 这个游戏玩不了多久 只有我们每一个人 首先 诚实地面对事实 诚实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实 即算是诚实了 也未必是正确的 但是 诚实 是一切的前提 今天的点点今天事实上 又是发了一些感慨 其实我要讲的有趣的事情 非常之多 有的可能是 关于葛文贵先生的 有的可能是关于十九大的 十九大 是很多网友都希望我讲的一个话题 今天要我点点独华新闻 明天要我点点这个杂志 后天要我点点那个网站 我之所以没有点 坦实地说 那些报道 那些分析 基本上是 不靠谱的 或者说 只是原度以前的惯性 再分析 今天的是九大 今天的是九大 比我们想象的 要精心动魄多了 要比我们原来日记的 中共的任何一次 党代会 改革开放以来 六四以来 更难以预存 持续的意外 比想象的要多很多 现在他们在干什么 不管他们是今天在 装模作样 在某个地方考察 还是装模作样 在某个地方开会 或者是装模作样 在某个地方提词 即使 在那个的后面 他们都互相在捅刀子 都想在最后一瞬间 把对方拉下马 所以 只有四十来天的 中共十九大 我们点点今天事 跟大家点出这些 惊心动魄的故事出来 请大家保持收看点点今天事 如果给我一杯咖啡 我会更起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论